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,我是黄苏星 Extra第二季净赚约1亿7000万令吉或美股3.24线,按年暴涨9.2倍 该公司首办财年的正常化经历超出预期,按年增长56.6% 占NIFDF投资研究与市场全年预测的56.2% 第二季派发美股二线的股息推高上半财年股息至四线,略低于上财年同期的五线 但是鉴于逐渐增长的盈利表现,行家维持本财年美股实现股息的预测 并上调本财年净利预测7.8% 同时分别上修明后财年预测8.5%和5.9% 行家乐观看待该公司前景,因为成本管理计划持续取得积极进展 成本构架改善有助提振盈利动力 行家上调目标价值以令吉84线维持买入评级 大乐集团Dialog Group Berhan持股90%的Bangerang Terminus 5公司与新加坡BP公司签署长期仓储协议 在边界栏深水码头BDT第三期的仓储码头计划提供容量高达43万立方的仓储油罐 新业投行研究估计该集团能继续为BDT的第三A期计划招来更多客户 并看好管理层继续在油气领域的价值联中多元化业务 考量到该集团高度参与边加栏项目 并拥有工程采购、建筑与测试和维修专长 行家认为戴乐集团是这项项目很好的本地联营人选 基于旗下业务贡献强劲 行家上调金明财年盈利幅度分别是6.4%和14.5% 但下调目标价值司令级维持买入评级 双微三位持股60%的联营公司 得标中国天津面积约27,700平方米的土地 公司将发展中兴天津生态城发展项目的土地 成建双微花园第三期的住宅发展项目 这项新购土地将激励该集团的发展总值 从568亿令吉提高到576亿令吉 同时将截至第二季的0.36倍净负债率 小幅提高到0.39倍 肯纳格投行研究相信双微能够维持净负债率 在低于0.5倍的健康水平 管理层放眼推出的20亿令吉项目中 有50%位于新加坡 行家看好今年13亿令吉的销售目标可期 由于天津项目会在2020年上半年才推出 行家暂时维持今明两年的猜测 建议跟随大市目标价为1令吉60线 呼吸收欧海浮 Prot兰意大利的颜色 随ため植物标价位于小姐 帐阶库地的销售目标价位于小姐 一路一颜色的销售地的領域